这真的是一个让人看完眼眶发热的作品 我们来听听其他的队长 张艺兴队长 我觉得好的作品就是能够打动人的作品 这个作品完完全全打动并征服了我 刚刚在一句话介绍这部作品的时候 刘建华队长讲到说如果有平行宇宙 你能够跟自己小时候的自己对话 你想跟他说什么 这是一个让大家特别能够引发想象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描述 博哥如果有平行宇宙 你能跟自己小时候对话 你会跟他说什么 我说孩子你要是跟舞台上 刚才那个小孩那么帅就好了 这个其实我说一个好的舞蹈 我觉得这个舞蹈最妙的地方在哪 是在舞台上延展出去了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舞台上 表现出来的精彩之外 如果从意境上从感受上让我们联想到了 甚至触碰到感受到了舞台之外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是最棒的东西 有的时候电影拼了半天的命 做的就是这些东西 很棒很棒 王一博队长呢 想跟小时候的王一博说点什么 没有 刚哥有话要说吧 跟小时候的自己 小时候啊 就是享受当下 继续玩爽 看得出来真的是一个非常打动我们所有人的作品 我们也让三儿跟大家来聊一聊好不好 这部作品从创作之初想要表达的 其实创作之初就是我妈一直不喜欢现在的我 她觉得我太忙了 没时间再陪她 她比较喜欢小时候的我 天天在她周围围着妈妈妈妈妈妈 所以这个舞也是 送给我自己也是送给我妈妈 因为我妈其实也来现场了 然后 但是她第一次看我现场跳舞 从来我跳了15年舞 她从来没有看过我现场 阿姨坐在哪儿了 她坐哪里啊 妈妈 阿姨 15年第一次看现场的三儿怎么样感觉 我们能不能给阿姨递之麦克风 有吗 儿子 跳得很帅 很好 太帅了 感谢你儿子 妈妈感谢你 谢谢儿子 谢谢阿姨 我们也谢谢每一个去支持我们完成梦想的我们的父母 其实真的是这个是所有人最好的也是最大的后盾 对不对 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三儿 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句让大家都非常有共鸣的作品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帮跳嘉宾 谢谢大家